一位俄罗斯超级富豪在法国被捕 梅德韦杰夫感慨发声 背弃祖国没有好下场 一位上了富布斯排行榜的俄罗斯富豪在法国被捕了 梅德韦杰夫感慨发声 这件事再次证明 润人是没有前途的 某些中国人应该醒悟了 根据媒体报道 俄罗斯知名通信软件 电报创始人杜罗夫在法国机场被逮捕 根据法国媒体声称 杜罗夫讲受到恐怖主义洗钱等一系列的指控 可能大家对这位俄罗斯超级富豪不太了解 这里简单介绍一下 年仅39岁的杜罗夫早在2013年创立了电报 这个既是通信软件 现如今这个软件已经是整个俄语圈使用的最主要的社交平台 大家可以理解为俄罗斯版本的微信 凭借这一通信软件的价值 在2024年的8月份 杜罗夫以91.5亿美元身价登上了福布斯排行榜 排名第279位 但有意思的是 刚登上富豪排行榜的杜罗夫 在一个月之内就被逮捕了 而且还是在法国被捕 看到这里大家应该会好奇的问 为什么会在法国被捕呢 理由很简单 他拥有俄罗斯 圣吉斯和尼韦斯 法国以及阿联酋四国的国籍 和俄罗斯政府关系不好 在2014年就已经离开了俄罗斯 润到国外去了 平时大部分时间都居住在阿联酋 这次估计是去法国有事 结果刚下飞机就被逮捕了 对这件事情 梅达威杰夫也是感慨万千 因为两个人很早就认识 甚至算得上是朋友 梅达威杰夫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上发文 声称很早以前就问过杜罗夫 为什么他不愿意和俄罗斯政府合作呢 杜罗夫当时的回答 这是他的原则立场问题 然后梅达威杰夫回应 你这么做在任何国界都是严重的问题 结果沦落到这个下场 梅达威杰夫表示 杜罗夫最大的问题 就是以为自己离开了俄罗斯 就会过得更好 但现实给了他一个教训 因为他是俄罗斯人 此外梅达威杰夫还强调 杜罗夫最终应该明白 祖国和时代一样都是无法选择的 不得不承认 梅达威杰夫说的很有道理 尤其是这句祖国和时代一样 都是无法选择的堪称经典 我们大家都清楚 当下的国际局势 使俄罗斯与整个西方世界进行激烈对抗 甚至有爆发大规模战争的风险 那么在这种背景下 杜罗夫身为俄罗斯的富豪 却背离了自己的祖国 等于失去了最大的靠山 在这种情况下 作用巨恶财富就是原罪 而西方人看到猪养肥了 就开始操刀杀猪了 同样的道理轮换到咱们中国人身上 一样有用 知名华人富豪赵长鹏 难道不厉害吗 2021年曾以941亿美元身价 成为华人首富 但这么牛的人物 美国政府说收拾就给收拾了 不仅面临天价罚款 还要蹲监狱 面对这些真实的案例 我觉得广大国人 以及华人同胞应该醒悟了 在中美博弈的当下 中美关系持续恶化 这些事情在未来很有可能 大规模爆发 某些富翁可能会被西方盯上 奋斗一辈子的身价 可能会在一夜之间荡然无存 我们应该从这个例子中 吸取什么教训呢 请大家在评论区给我留言 好了 今天就聊到这里 下期见